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論青商的任何的工作 我作為青商一份子 作為中華民國的國民一份子 都會跟大家同心協力一起打拼 所以呂總會長當選之後 努力爭取世界大會 已經爭到了對不對 應該是明年 明年齁 我們一定請全力 協助我們辦好 謝謝大家 壯大的經濟 台灣壯大以後 就要聯結洋台 然後布局全球 所以這三年多來 我們看到青商會 也是在推動各項 對社區 對各個縣市所在地 還有我們所處在的 我們的台灣 中華民國青商總會 在國際上也同樣發光發亮 我們希望一半接過一半 讓青商總會 各地的分會 然後每一位青商 不論是青商或者是裡頭的OV 不管OV多久 都是青商的一份子 希望在這樣一個團結合作之下 讓我們青商的家庭 能夠狀態 像最近各位都看到 給我們免簽證的國家 從過去好多年 2000年 陳水扁總統 接的時候就是54個國家 給我們免簽證 他交給馬英九總統 也是54個國家 沒有增一個也沒有減一個 當然中間增一個也許減一個 我們看了就打平 但是馬總統就只到現在 變成116個國家給我們免簽證 或者是落地簽證 這就是非常大的進展 所以未來我們國家還要繼續的同世界 更廣大的天地 大家共同來能力 不論是經濟 貿易 文化 藝術 體育方面的往來 最終的目標 總是要增進世界的和平 富裕跟繁榮 青商就是跟政府 跟人民一起打拚的非常重要的團體 所以今天接這個展合 謝謝我們所有青商夥伴 對國家 對社會的貢獻 祝我們青商會 會晤昌榮 每一位好朋友 身體健康 工作順利 萬事如意 謝謝